好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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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那些油飯 麻油 你有吃過素食嗎 沒有耶我上次買的就是麻油 的油飯素食的我還沒有買過 你去點油飯好了 還有冬粉 然後夾辣喔 他說夾辣菜是豬豆子 我們不可以這麼的 貪心什麼都想要 那我沒吃過的 看起來也超好吃的說 老闆我要兩個半斤的油飯 然後還有一斤的那個炒冬粉 然後都要加辣蘿蔔謝謝 炒冬粉加辣不少一點 不會不會 然後上面有好多那個 炒味 不行不可以不可以拿 打手手 我好想每個都點喔 完蛋了好多紅蘿蔔 說話 哈囉 Mina今天帶大家來 拍我們的中正區美食第二袋 第一袋我們是一段時間 現在才可以第二袋 不管今天我們要吃的店家 總共四間 我們會先分別在這個地方 把東西買起之後 一起到全家 去去商店開箱給大家吃 開箱給大家看 大家看不好意思 因為現在外面很熱 所以我們就速速的趕快買完之後 趕快來進行試吃的工作吧 來公 公門市場就是出公門站的1號出口 出來之後 第一個巷頭 右手邊 看到囉 然後我們現在 現在早市 我們現在已經來有點晚了 不過因為我們要進去 這間 一個禮拜只拍 四天的 餐餅 我們要去 幫大家 買這個 這邊剛好禮拜六 所以他有開 上次來然後 整個戳過 因為那天禮拜一 上次剛好禮拜一 禮拜一的時候剛好是我們休息 然後我們就是完美的錯過他 因為禮拜六 對 確定他會開始 好 確定市場會開 很重要的一件事 對 因為到現在市場的人還好想買 可是不能買 因為公門市場很好買 對 每一餐的東西你都會很想買 公門市場絕對是會讓你不踩到地方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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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氣場也不錯 我跟你說今天的計劃 六百塊 不過有 話都不要說太早 我們等一下看看如果有分錢 待會兒去買那個補角 好 補角 好 OK 我們現在到那個 惠菇潤餅 這是我們常常的人有 好多人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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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媽呀 好多人排隊 惠菇潤餅 他一個禮拜只有三四天 他只賣四天 他只賣四天 我記得六日一定有 那平常日 我每次都應該只賣三個禮拜 然後他蠻有名的是他的那個 紅燒肉 就是他會有個選項就是看你他不要選擇 多加一份紅燒肉 那這個都吃外加 但是我覺得紅豆肉好吃 我不要選擇 不要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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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美白的人不要選擇 想要美白的人不要選擇 因為現在太陽很燙 我剛才吃 因為香菜已經開始會稀惡 他最近早上 其實之前 我好像吃過他很久 我那很久之前 就是幾乎這樣 吃醋也很難 就是最便宜的大概很高 55塊 他有個綜合的選擇 是肉質 然後可以看一下他的菜單 有很多不同的 對 日記用餅記做鐘 這麼熱的天氣 看到老闆他們在做用餅 真的覺得鐵砂掌魚 太佩服他們了 高麗菜脫水中 這樣子用餅才不會濕濕的 我用一個軟筋 然後一個粽筋 特別要加香菜 然後呢 菜單子炸 多多 我用十一種主題 好難道 還沒裝有一根 可以 是 菜單子炸 看到魚 那個豆皮 發現這還很好吃哦 兩麵 再吃 超乾燥的啊 超乾燥的啊 超乾燥的 那我要抱你 好 現在要馬上說到老公主來吃人 好多包子 那前面有很多包 沒有看到嗎 看到了嗎 沒有看到 你要什麼 你要拿這個品牌 今天的計劃600塊 不過有 990 990 好酷喔 再來是我們最後一看 那個公文章豆花 外面超級熱的 我們現在買兩碗冰的 兩碗冰的 兩個冰的豆花 沒有 好好好 那我們裡面做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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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這是傳統的豆花 有沒有什麼口吻 對啊 它就只有花生 花生跟豆花等著 很好 像你看到這個顏色就消去 不錯 不錯 它的花很綿密 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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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重了 不錯 太重了 真的 專門豆花的味道 不錯 它的花生我超級熱 超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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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 我們就引起吧 WD3 這appelle花生非常非常非常黏 嗯 超級黏 看你了 這麼很感謝 好 然後那個 這段花吃起來也是很興奮 對 攘de 味還蠻厚實 mean 糖水都不是很辣 »,普ana 你不過糖水就是 應該可以給他熬一些 程度 你很在意糖水的甜度的話 今天我们进来买了这满满的一桌东西 也有三大袋的东西 都是我们自己 待会要试吃的品项 那我们就准备了一个一个试吃 那第一个试吃的店家是一流油饭 然后我们买了一个品项 一个是油饭 因为它的油饭很有名 听说它是麻油油饭 我们来试试一口一下它的味道 你看它麻油的味道还蛮浓的 如果你喜欢麻油的话是可以来吃 在冬天吃还蛮暖身的 夏天可能会有点热吧 看个人怎么吃 还蛮不错的 现在我们要试一下它的炒冬粉 那炒冬粉你的冰果那些是它的这个辣 这应该是辣卤柏干吧 辣卤柏这个一定要搭配整个小吃 然后里面啊 一样有很多胡萝卜 这是陆陆不爱的胡萝卜 带你的办法 它就是放在一起没办法挑 我们来吃吃看 它搭配的那个辣卤柏一起吃 然后它就是炒冬粉啊 因为我觉得炒冬粉的西足 我个人认为是在行天公里 我第一次是炒冬粉三一边吃 对然后我要讲的是其实炒冬粉它的油量非常高 因为它为了让那个冬粉不要黏在一起 它会用油下去拌各种食用油 所以大家吃的时候还是要稍微适量一些 那冬粉你的冬粉是软烂的还是猪猪的 那冬粉本人虽然是Q的啦 它不会烂烂的也不会结成块 好哦 好来试一下在润饼 惠柯润饼店旁边的那个豆腐 这个好像它是说一般的炸豆腐 它可能要加酱 不过我们就拿来干吃吃看 嗯 好吃耶 很软 我觉得很好吃 就是 我觉得它的一点酱油很好吃 所以完全没味道 我觉得它没味道 可是它有豆味 豆味很好 我觉得好吃 而且真的好吃 它那个豆腐看起来就很嫩啊 我觉得很好吃 嗯 那豆腐饼呢 因为他又买了一个豆腐饼 有这个豆腐饼 刚刚那个老板说那个是豆干 一块十五元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刚刚这个豆干是一块十五元 然后这个是豆腐饼 二十平均咬一口甜麵是水龍絲嗎 這個也好好吃 有調味嗎? 我覺得它有一點點鹽巴 但不會中 那黑黑的那是什麼? 我很難講欸 你等一下自己吃感受一下 但我覺得好吃 它有調味很好吃 一顆十塊錢 我如果發現了 當黑黑一點的東西是 山菇 那如果覺得好吃嗎? 超好吃 剛剛的那個豆干跟豆腐餅都好吃嗎? 沒錯 超級好吃 很推薦 我茶室來應該會買很多 請問你買回去是單吃還是會拿來做料理呢? 我可以直接單吃 我很難煮煮但我可以直接單吃 超好吃 好 這間推推 很推很推 好不好 我們現在吃到第三家 這是味Q 味Q潤餅 一個禮拜只開四天的潤餅店 好 我們買了兩個口味 一個是綜合口味 另外一個是傳統口味 綜合六十 傳統五十 好吧 然後我們先從傳統口味之間先來吃 那傳統裡面啊 大概就是會有高麗菜 然後他們最自豪就是紅燒肉 然後與其他的那個豆干 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的豆干 他們是覺得很棒 但事實上味道也不錯啦 是一般的那個五香豆干 味道也蠻好的 然後與其他們整個潤餅的靈魂花生粉 他花生粉也有膽滿喔 我覺得花生粉感覺也蠻新鮮的 然後 他的皮真的是Q 所以他叫做會Q 然後這個是我剛剛試的那個綜頭潤餅 所以這兩個口味比較起來 我真的比較喜歡種的 他跟傳統不一樣 是他多了那個鮪魚跟玉米 然後吃起來整體來講 他會比較偏甜的感覺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的菜脯的味道 比較突出 就是他的那個咬的脆感 還蠻不錯的 跟傳統比起來 他會有這樣不一樣的差別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種的啦 而且重點是他 這個目前沒看到紅蘿蔔 請問一下他的那個 花生粉是有甜的還是沒甜的 他花生粉是甜的 但他不是南部 因為南部有些是蠻新鮮的 他除了花生粉 他還會加白糖 他們家是南糖 這樣子 好好不好 好 Lulu試了那個綜合口味 你覺得綜合口味如何 吃起來就很像那個日式可麗餅 然後它是鮪魚奶油口味 甜甜的口味 嗯 鹹甜鹹甜 所以你喜歡哪一個 我喜歡傳統的 蛤 這個傳統婦女 啊這什麼鬼 但是傳統的缺點 都是他很多紅蘿蔔 現在要進去到最後一間店囉 家品 是 港典 我們這次買了三盒 然後呢 這一盒啊 吃苦皮捲 苦皮捲 苦皮捲也是120 然後再來這個是 這個我吃過好幾次 我好喜歡 因為它沒有包韭菜 還有包蝦子 然後這個是130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 這個是長粉 長粉的話總共是80 所以我們這次買了這三盒 然後我們來試吃看看囉 然後我們來吃這裡 韭菜 韭菜跟蝦子包在一起 韭菜跟蝦子包在一起 我們來吃一個看看喔 我還是很喜歡這個品像 它其實就是 裡面你會喔 它大概包了可能兩三隻的蝦子 所以你會知道蝦子本人 感覺新鮮度還算不錯啦 然後其實搭配韭菜 你可以平衡一下那個口感 我覺得很好吃 這個我很推薦 露露讓它的剖面圖出現了 這個好吃 一天看大家從偶像不進去 對 這個好吃食物的剖面圖 嗯 來看一下它一口秀 哈哈哈 畫面不太好看了吧 這補鼻腿 我吃到有點很快 來 剛剛有人反應我沒有咬一半 然後我盡量來咬一半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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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餡炸出來我覺得是好吃啊 但因為放的有點冷掉 所以它有點咕咕咕那 那裡面一樣是有包蝦子 然後 原則上我覺得它這樣 應該是有包那個 我覺得是有點酒黃 或是蔥蒜 對 大概是這樣的組 然後再來我們來吃這個 腸粉喔 旁邊有附一個小小的醬包 好 好 然後我們來試一下腸粉喔 醬汁已經倒下去了喔 那 大概就是大家看到的這個樣子 我把它切一小塊來吃吃看 那一樣 是蝦子跟麵皮的組合 它味道相對比較清淡一些 就如果剛剛這三盒比起來的話 手鼻腿的味道會比較重 然後 嗯 腸粉的味道是比較清淡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最平衡 那剛剛吃完了這 四家店之後啊 就是我個人其實 覺得 我還是一樣 最喜歡的是會Fuelen 因為 這個 基本上可以當早餐吃啊 那 它每天大概是賣到 十二點半的時間 所以大家當早餐 或是當午餐 我覺得還蠻適合的 那再來是 如果要選第二間店的話 我就是豆腐店 我這好像叫明星啦 沒關係我們查一下 再把那個店家當中 我覺得那個豆腐店的 豆腐真的很好吃 如果你熱愛豆腐的話 我把 所以這裡可以來吃吃看 然後 它不管是炸的 或者是單純的 一塊那種木棉豆腐 都有 甚至它又豆花又豆漿 我覺得 是一個美好的選擇 那再來 我們如果排名排第三名的話呢 我會覺得那個 港點 就是 家品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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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也都是我還蠻喜歡的一間店 就是它的品項蠻多 然後價格其實也還算平時啦 那 拿回家再稍微加熱一下 我覺得味道都還算不錯 那 就是其實油飯這個品項嘛 就是我也 我個人其實真的也不常吃啦 但是偶爾試試看那個口味 做一個口味上的轉換是還 還算不錯 這樣子 所以 大概 還有豆花 我覺得就是 根本豆花 算是它有個比較 它有古早味的豆花的感覺 那 它的甜度會稍微比較高一點 但是我覺得 夏天就是很熱的時候 來一碗豆花 也是很長味豆花 所以感覺還蠻不錯的 那 上面這幾間就是我們在 中一鎮區這邊 推薦給大家的一個小點 一個點心嘛 那 就大家 都可以來試試看喔 就是 如果你們也有什麼 市場美食 想要推薦給我們的話 都可以在那個 留言區 可憐給我們喔 那如果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要 按讚 分享 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謝謝囉 掰掰 你塞一顆可以變成這樣 你是塞兩顆吧 這顆 這個 塞一顆就變成這樣嗎 不會啊 掉一顆 開口 按字瓶 請